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正因为义乌具有这样的指标性意义 所以今天独立特派员就要带您从义乌来深入大陆 观察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的影响 因为它很穷 穷得穷着失变 你要国外要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有 小商品城之大 您想象不到 如果以每天营业8小时计算 每家店停留一分钟 至少要三个月才逛得完 2001年重工兴建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园区 总规划面积32.4平方公里 显运营的五大交易区经营面积300多万平方米 南北主轴线长4公里 经营主体6万多户 浙江一屋的小商品城从一区到五区 直线距离4公里 每层楼卖的类别不一样 从玩具 日用品到五斤 不管是搭人用的或是小孩要的 这里什么都有 我们现在在的是一楼的玩具市场 像我们中国的一个玩具生产基地 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陈海地区 但是根据我们一屋本地的一个 玩具行业协会的统计 广东地区的玩具产业 有90%的玩具 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我们一屋市场 销往全球各地 一屋这个市场大 商品丰富 有一百七十万种商品 单品 要什么有什么 他们都说了 没有买不到的 只有想不到的 有这么多商品 一百七十万种来自中国各地的商品 一屋是全中国小商品的集散地 每天有将近二十一万来自中东 欧美以及亚洲 遍布两百多个国家的人 到这里找最便宜又好卖的东西 在这一屋市场大 那么多工厂 所以我们来在这里买东西 比如说如果在这里买 便宜一点 我们产品特色 就像这样子的 然后它用的原材料 是法国醋酸板 韧性比较好 然后就是说不一段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环保 选择比较好的素材 还做原料价格却不贵 像这种走中高党四的饰品 在百货公司卖百元以上 这里拿货只要人民币30块 再看这股咬哭车 大人小孩玩都爱不释手 会唱歌会跳舞只要100块 而这些靠太阳能水光摇摆的小盆栽 批发价3块钱 这里人来人往比贸易商特别多 我以前在台湾做这种贸易 已经做差不多十几年了 虽然最早是在广东那边深圳 深圳做但是那边找货比较不方便 不然各种大陆很大 要找工厂也不容易 还有费用也很大 后来就来这个义乌这边 义乌这边国外要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有 义乌的小商品就是透过它们 流通到全世界 以欧美最多 一般我们这里一般的下单 一般大概差不多2万块美金左右 一个单子差不多2万块美金左右 那你今天下了几个单 今天下三个单 今天收获很大 下一张订单2万美金 这里的现金流量大到吓人 义乌的贡献不止在地方 最重要的是带动全中国的出口贸易 工厂是这些花石发回我们老家去做的 因为像那边可能人工就稍微便宜一点 这边的话人工会贵一点 工厂在哪里 工厂我们在湖北 义乌的生意做得有多大 影响象不到 这些商铺虽然没有所有权 光私底下的转让金就价值六七百万 人流物流与资金流汇集 让义乌就像聚宝盆 满街上人都拎的草票 几十万几万很正常 你像我们到广州进货 一次被去三十万现金 就这样爱三十万 身上捆的都是草票 包里面装的也是草票 中国商务部以科学化的统计数字 将商品的涨跌设定出义乌指数 每一种小商品指数都足以影响世界的物价走势 不过义乌的崛起并非得天独厚 它原本是个非常穷的小县城 没有农产没有矿产也没有地理优势 非常小啊 为什么这个因为我就出生在这个市里面 郊区嘛 郊区我父母我印象当中 因为我父母呢 我的母亲呢 他卖小菜 就卖菜 为什么呢 早上一大早三四点钟 到批发市场 就是批来 农民手上批那个蔬菜水果 然后到街上卖的 所以我们两三岁的时候 就他一个螺框挑着 我们兄弟两个人就去城里 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进城 所以我们是看着这个城市 从这个城市长大 我们也随着长大 所以当时我记得 那个城市就是两条街 一横一竖 就两条街 就翻圆总一里路 义乌以前的工业不发达 再加上土地平息 当地人都必须到外地打工 或是挑着扁担 以期毛换堂 走村串户 将外面工厂的库存或下私品 带回来卖 义乌最早的市场 就是这样形成的 就走村窗户去换什么 收这个鸡毛 鸡毛收来干什么用呢 鸡毛收来 他们拿来做那个鸡毛 鸡毛成胆子 就是这些人呢 因为他不断地 产生来越在外面走 所以呢 他才会慢慢走 走到一些工厂的一些 库存的东西 人家会讲 啊你这个师傅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东西 啊这个东西你们能不能要啊 要不要啊 卖给你们 1980年代 当私人的商品买卖 被视为投机倒把 是很重的罪行 义乌市领导却干冒风险 发许可证 并且开放市场 让他们可以合法经营 工品中从事相框与装饰化制作 20年前 他从个体户开始 到现在公司的总资产 超过上亿 我小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现在印象很深是什么 他就讲你要争气一点 一定要跳出浓门 像我的话 我是学校毕业以后 实际上我也是在单位上班了 我是在水利单位上班 一个月60块上班了 但是实际上我母亲也不想让我上班 她说这个没什么出息了 你就要想办法去做生意 是这样的 我在91年辞掉了工作 再出来创业 是这样的 出来创业 开始做点小商品的加工 那个时候我记得 应该在95年94年 我们就踩的那个三轮车 就用这个三轮车送货 我一个店面一天 可以做十万的生意 由于价格非常便宜 义务的生意越做越大 2001年中国加入WTO 当越来越多外国人 发现这个小城市 义务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因为WTO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就是说人员的进出 比以前更方便了 货物的进出更方便了 然后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关税下降了 很多商品的关税下降了 所以这样的话 中国的东西 特别是义务的东西 它显得更加便宜 就显得非常的便宜 所以这样子 全球各地很多人就莫名而来 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都流行这一句话 谁先发现了义务 谁就可以成为富翁 陈建福也是在2001年 从台湾到义务从事贸易 这里有八成的台商是做贸易的 顾客遍布世界各国 因为义务做的是世界贸易 所以它会受很多世界景气的影响 我们只要每天出门 今天会不会塞车 就知道最近景气怎么样了 餐厅里面生意好不好 就知道世界的景气怎么样了 义务是中国出口的逢象标 受到欧债影响 2012年小商品市场 比以往冷清许多 陈建福公司就在商品城 对面的办公大楼 这里的贸易商同时间倒了不少 在今年2012年农历年前 我们这栋楼就跑了好多公司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很多都经营不下去就跑了 然后倒了很多钱 很多货主收不到款 每天来这边看 来等业主回来也等不到 所以会在他们的大门加个锁 在那边 以前义务都以低价竞争为主 如今他们正积极转型 炒品牌经营的方式 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增加国内市场的比重 外货主要就是说 因为客户现在价格 涨价有的买不起 有的东西他希望一直低价 虽然我做的外货的话 就是比较好的 就是美国 Target 乌尔玛 有的但是他们现在采购量 也有一部分在萎收 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就现在开始准备明年 今年和明年大力做内销 就前中国的批发市场 然后进国内的超市卖场 外销不好做 又有人开始进台湾食品 到这里来 汇率差直接影响到 你外销或是内销的关系 你像我外销 我美元对人民币 人民币一直升值 我06年来的时候是 1比8.3 1块美金 8块3的人民币 到现在是1块钱 只剩6块2多一点的人民币 所以以这个汇率差来讲的话 你说你生意做得再大 没有什么利润 那么我们做内销 比较以为的好处是 人民币升值 对我们来讲是稀有利的 我是销售出去 比如说我进台湾的货 我是用台北去买 到这边来我是收人民币 整个小商品城正逐步转型 不只是商品供应者 还要做进口与转口贸易 我们义务现在是处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个从去年开始 破国务院批准 国际贸易总和改革试点 那就是说我们大陆国内 达入第十个特区之一的一种批准 那么我们义务品位 应该说会得到很好的提升 义务市政府向国际招商 引进德国 日本 非洲等国的商品 利用义务的贸易平台 作为买全球 卖全球的商贸中心 都来自于非洲 西非三个家 有红木 还有黑木 还有很多木头 外园都有大的 有小的 有便宜 有贵的 有的是上千块的 有的是低于一百块的 没有工厂 我们是从买家买来的 也有的人是做的 做给我们老买的 做什么都比别人快一步 今天义务的成就 全在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植 直到现在 不管是贷款或是土地 只要对商人经营有利 是政府全力支持 我们财商来到这里 感受最多是说 他们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 去经营这些 所以他对外来的包容非常大 我们目前在解决财商的困难 就是贸易公司这些人 他们想跟政府拿一块地来 做这个贸易公司 可以办公 可以宴后 可以出口 我们义务土地非常紧张 但是财商来 我们就给予特殊的予以考虑 予以重视 予以优惠 给予解决 这些我们都按照这样做的 这个是义务的特点方面的一种体现 义务从买全国卖全国 如今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变身 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城市愿景 当世界经济因欧债危机蔓延为名之际 义务正义令人想象不到的市场潜力 向全世界展现强劲的竞争力